2月14日晚 赌王千金何超连在社交平台 罕见晒出与男友斗霄的合照 庆祝情人节 何超连甜蜜称 Icavalentine两人甜蜜合照 还对着镜头比心 十分恩爱 斗霄的一头黄发十分抢劲 照片中 何超连与斗霄身处冰雪世界 看上去十分为美 何超连坐在栏杆上 双腿搭在男友斗霄的腿上 两人一起对着镜头比了个心 脸上幸福甜蜜的笑容溢出屏幕 真的是男帅女亮 而斗霄染了一头黄发 看起来十分简灵帅气 何超连十分贴心地 帮男友斗霄拿着羽绒服 还戴上了男友的眼镜 斗霄则用手挽着何超连的肩膀 两人肩并肩 幸福不言而喻 何超连是赌王和红身三房千金 与男友斗霄自公开恋情以来 一直备受关注 两人经常以情侣身份出席活动 即参加综艺节目 热恋状态令人羡慕 然而自从赌王去世后 两人却一改过往高调秀恩爱的作风 甚少嫌少合体同框 连对方生日都不再晒恩爱 惹来外界猜测 两人感情生变 不过对于外界的传言 何超连一直都选择沉默 仅以感情稳定来搪塞媒体 对两人的婚事更是闭口不谈 此前何超连罕见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男友斗霄和牌的短片 并写道 开心梁小之 两人久为合体 用行动粉碎分手传闻 据悉何超连在春节前独自返港 一是回家探望妈妈 陪妈妈过节 还同时参加了综艺节目 而窦霄的新剧也拍摄杀青 秘密前往香港与何超连团聚 两人在春节过后 前往当初的定情的重游 而窦霄与何超连久为合体 一方面是忙于拍戏 另一方面是病替了光头 如今长出头发的窦霄 直接染成了黄色 看起来帅气简灵 不再那么老成 据悉何超连与窦霄 期间还曾晒出用血堆的小恐龙 示爱男友窦霄 他用血气出小恐龙及猩猩雕像 虽然男友窦霄当时没有入境 但何超连曾透露 私底下会叫窦霄做小恐龙 作为赌王千金 不仅何超连情人节 与男友秀恩爱 何超仪也晒出与老公陈子聪的 结婚照过节 何超云则晒出与准老公庆祝的视频 可见赌王家今年会好事不断 喜事临门 如今两人再度同框 可见他们感情稳定甜蜜依然 不知两人是否把婚事提上日程 追赶姐姐何超云的进度 2月7日 何超连分享了视频 并复文称 开心梁小智 二人久违合体 再破分手传闻 视频中的何超连身穿黑色上衣 用了土味十足的特效 带着粉色镜框 背景是彩色爱心 大秀恩爱 豆霄则身着白色上衣 带着围裙 想必二人正在餐厅用餐 豆霄一丝还染了金色的头发 潮范十足 最后一个镜头中 何超连还依偎到豆霄的身边 开心的比剪刀手 举止亲密 这是动态图 何超连与豆霄先后出镜搞怪卖萌 特效下的两人都快变形了 差点没认出来 2020年赌王去世后 豆霄推掉了所有工作 接受隔离来到香港 短暂的入住三泰的豪宅 也就是何超连的母亲家 在此之前 豆霄与何超连十分低调 但是在此之后 两人就开始频繁晒同框视频 他说网友们觉得自己是在秀恩爱 但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啊 让何超连彻底不感羞幸福 是因为去年5月发生的事情 当时豆霄正有新剧在播 发文为何超连庆生的钱一晚 该剧播到他和女主陈都林大婚 但是豆霄没有在微博上发相关物料 就连最后新剧播完发文告别 豆霄既没有爱特女主 也没有发与陈都林的合照 让人不禁觉得是恋爱脑 而何超连更是在粉丝群里称 这部剧是豆霄一个人称起来的 还内涵剧中的其他女演员 两口子此前树立起来的好口碑 瞬间坍塌 网友更称何超连是豆霄的拖后腿的家属 自此之后何超连便不再秀恩爱 甚至在豆霄的生日那天 他都没有公开送祝福 一反常态 所以自然也就被猜测已经分手 去年1月何超连参加节目的录制 接受采访时才透露两人感情稳定 不过他不愿意透露更多信息 担心自己多说多错 怒斥媒体都会乱写 如今两人在一次同框 说明感情确实甜蜜依旧 何超连曾说过 和豆霄谈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 不过由于父亲的守丧期未满 所以迟迟无法办婚礼 何超连喊话豆霄等一等自己 能取到赌王千金 是改变家族命运的事情 豆霄自然是愿意等大 比两位更心急的是造谣者 称两人凤子成婚 聘力高达10个亿 朋友们看到新闻后 纷纷给豆霄发祝福信息 豆霄被整萌了 表示有啥事会告知的 算也就是说 否认了凤子成婚的谣言 事实上和超连与豆霄感情稳定 结婚看起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